最新一项研究显示 本地多数有年幼孩童的家庭 在冠病疫情期间展现出高度韧性 成功适应了疫情所带来的挑战 无论经济状况 超过八成的家庭维持或改善了家庭关系 新加坡国立大学杨露林医学院 分析了新加坡幼儿发展追踪调查 2800多个家庭在疫情前 也就是2018年到2019年间 以及2021年疫情后的数据 分析结果显示 31%的家庭在疫情期间 经济稳定并且家庭关系获得改善 28%的家庭经济和家庭关系稳定 11%的家庭虽然遇到经济状况 但是家庭关系获得改善 另外还有14%遇到经济状况的家庭 关系也维持稳定 但是调查也指出 少数家庭遇上了挑战 经济稳定但家庭关系恶化的家庭 占了11% 4%的家庭则在经济和关系上都面对困难 调查指出拥有更多社会经济资源的家庭 更具有经济任性 而且有自信且工作与生活冲突低的母亲 更能推进家庭的关系 政府和社区的支持 对于经济条件不理想的家庭来说 在困难时期更是关键 调查也强调了家庭成员之间的合作至关重要 例如获得丈夫支持的母亲 可以更好的平衡工作与生活 在疫情期间更能促进家庭关系